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,蓝天白云,绿水青山,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,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,要想远离危险,必须先要懂得安全。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,儿童安全常识。 闯红灯可不是闹着玩,平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又腿打了石膏,铲着绷带,被高高吊了起来。 她闷闷不乐地瞪大眼睛,盯着白色的天花板发呆。 妈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,绣十字绣。 平平的肚子忽然咕噜噜响了一声。 妈妈放下手里的十字绣,问她是不是饿了。 平平说有一点。 妈妈叫她稍等一会儿,然后起身出门,为她买饭去了。 旁边并床上的老爷爷扭过头,看了平平一眼,说。 小朋友,能不能帮我个忙? 平平说。 您要我做什么? 老爷爷指了指两床之间的床头柜上的水杯,说。 帮我递一下水杯,我够不着。 平平欠起身子,把水杯递给她,说。 老爷爷,您的家人呢? 老爷爷说。 他们都忙,下了班才能来看我。 平平想了想,说。 那您是怎么受伤的? 老爷爷说。 我是炒红灯的时候啊,被汽车撞了。 你呢? 平平说。 我跟您一样,我也是过马路的时候闯了红灯,被汽车撞了。 老爷爷盯着平平,好一会儿才说。 汽车真不是好东西。 平平说。 老爷爷,您弄错了,这不能怪汽车,只能怪我们闯红灯。 老爷爷哼了一声,不再理平平了。 平平无聊地看着天花板,回想起了那可怕的一天。 那天平平,皮皮和乐乐骑着自行车去体育场玩。 在路上,皮皮提议大家来比赛。 谁先到达乐乐乐骑着自行车去体育场,算谁赢。 输了的,两个人要请客。 乐乐表示同意。 平平觉得这样不太安全。 乐乐说。 你是怕输吧? 平平说。 谁怕了呀,比就比。 这时,他们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。 当绿灯一亮,立刻蒙踩脚踏,冲了出去。 平平一马当先,乐乐紧随其后,皮皮奋起直追。 很快就超过了乐乐,还冲他吐了吐舌头。 乐乐加快速度,反超了皮皮,冲他做了鬼脸。 平平不管他们,让他们在后面较劲,努力让自己保持领先。 皮皮看了摊前面的平平,对乐乐说。 我们俩在这里叫什么劲啊? 要是平平赢了,我们俩都要请客。 乐乐一想,对呀,赶紧更改目标,向平平发起追击。 平平听到了皮皮说的话,登得更使劲了。 前面就是十字路口,交通灯显示绿灯只剩下几秒钟。 平平扶低身体,减少风的阻力,想快速冲过去,好让红灯把他们俩挡在后面。 但就在他冲到一半的时候,绿灯已经变成红灯。 突然,一辆红色小轿车发出一阵尖锐的刹车声,一下子撞上了他。 平平和自行车被撞出两米多远。 司机下车跑过去看他,平平挣扎着,想站起来,却发现右腿动不了了。 平平坐在地上,抓着自己的右腿,疼得哭了起来。 司机问他怎么样,平平告诉他,腿非常疼,使不上劲儿,也站不起来。 司机怀疑是骨折了,叫他别动,然后掏出手机,拨打120,然后又拨打了122,和保险公司报了案。 绿灯终于亮了,皮皮和乐乐跑过去,问平平有没有事。 平平哭着说,自己可能骨折了,好疼。 皮皮和乐乐不知该怎么办,慌得手足无措。 司机告诉他们,不要着急,救护车马上就到。 几分钟后,救护车果然到了。 平平问清是哪家医院,然后借了司机的手机,给妈妈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发生的事情。 救护员用担架把平平抬上救护车,然后把他拉去了医院。 皮皮和乐乐不知该去该留,一直等在事故现场。 之后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来了,做了鉴定,然后交警把车拖走了。 平平被诊断为右腿肥骨和颈骨骨骨折,打了石膏,住了院。 爸爸和妈妈急匆匆赶到医院,问明了情况。 妈妈严厉批评了平平,警告他以后,再也不要在公路上赛车,更不能闯红灯了。 其实啊,不用妈妈批评,平平也早就后悔了。 安全小贴士 创红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,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,而且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和灾难。 公路上车来车往,危急四伏,不能进行任何比赛。 发生骨折后,不能乱动,不要揉捏患处,应该第一时间叫救护车,以免耽误病情,导致残疾。 如果不能确定是否骨折,也不能随意揉捏患处,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,要尽快去医院诊治。 出车祸后,要及时拨打122,报告交警。